我的車子 今天又噴了五萬塊 五萬多 避震器換掉 避震器過低 很緊急 非常緊急 已經開始漏氣 上路的繼續看 它就會趴地 這個地板原本就很低了 避震器 一有問題馬上就要處理 還有說什麼 三腳架肉油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五萬多啦 他還拍影片給我看 去冒泡 已經應該漏氣了 就每台車都有它的缺點 Paramela就是太重了 最近無聊在查八八九一 我當初是買快三百萬 現在跌到八十萬台幣 這台是2013的 好像是2014買的 它原廠定價是 880萬選到只有百五十萬 我說再過十年 跌到剩二十萬 我朋友說應該是不會啦 我朋友是專門在賣外匯收入 是因為你們同行太多了嗎 太多人在賣車了嗎 他說不是 可能是競爭的太多 新款一直出來 然後我朋友問我說 切個一百萬換一台新的Paramela 我說我剛白癡 花一百萬 換一個設備好一點 沒意義 要換也是換廠房 換賓師就往下降 那藍寶杰尼跟法拉利 那個都是跑車啊 就不實用啦 會跌那麼快也是有原因 稅金高 這台4877我每年稅金就六七萬 維修也貴 你看我現在無台無機 又花了五萬三 已經是用最便宜的副廠了 原廠就去修你會爆喔 我是在贏家修車 他們有跟德國原廠簽約 說避震器原廠料都是十幾萬 我跟我朋友講一個亨貝 我說我不要賣就不會賠 跟股票一樣 我朋友說不一樣 股票可能會漲回來 跟勞力士手錶可能會漲回來 車子它永遠只會往下降 它永遠不會漲回來 賣車的人壓力其實都蠻大的 就他們要跟時間賽跑 一天比一天沒價錢 想辦法低買高賣 車子的生意的確是蠻累的